狗狗的蟹小兔怎么办 蟹小病毒是一个常见的 全类之间的传染病 但是它的一个危险性也是比较大的 甚至在临床上呢 我们会发现甚至有两到三成的一个死亡几率 所以碰到这个病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谨慎再谨慎 那么蟹小病毒主要造成的是一个胃肠道的一个症状 比如像呕吐和腹泻 大部分会以腹泻为比较重 甚至有变血这样的情况 在治疗过程上呢 主要是一个营养治治疗法 那么一定要去补充它的营养 因为这是一个消耗性的疾病 但同时呢 在治疗上也要去给它提升免疫力和做抗病毒 做一个最基本的病毒防范 但是如果在这个疾病上 它出现了吐这样的 可能你就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再去给它做一个喂食 因为它不吃东西都吐 那么它吃东西会不会更不适 会吐得更厉害 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出现吐了 那可能它唯一的一个营养来源 只能是通过输液 这个时候还是求助医生会比较稳妥 小贴士 狗狗患上细小病毒 在治疗方面主要是以营养支持疗法为主 一定要补充它的营养 还要提升免疫力和抗病毒 如果在这个疾病上有吐的现象 就无法给它继续喂食 可能唯一的营养来源 就是通过输液改善 最好还是求助医生会比较稳妥 也好